街坊林志们 大家各年好 是不是等这个呢 别着急 有 有 这边也有 有的 别忘了啊 晚上八点 打开抖音抢红包 最高八千八百八十八元 姐妹 好了 姐妹 回来了 我媳妇 我媳妇漂不漂亮 媳妇看看 过年了 我给咱儿子买的 灰山马瑞号奶粉 珍稀娟山奶源 百分百自营牧场 这奶粉太好了 小时候我烙不着喝 我要是能烙着喝这个 天天喝 我这大哥 我现在还能长一尺 光要儿子的呀 我的礼物呢 有你的 给给给给 还真有啊 这小裙子多好 表现不错 试试试试 这跟你平时的眼光可不太一样啊 不是我的眼光 是我跟我的秘书小娜 逛了四个钟头的商场 才给你挑的这个小裙子 这是给我买的吗 咋不是呢 我能塞进去吗 还真是呢 小娜替她试的时候可好看了 又清纯又可爱 她这一笔量怎么那么可怕呢 怎么清楚 田顺芬 你怎么那么可恶的呀 退了去 别退人小娜挺辛苦的 退了去 那你给小娜买得了呗 给我买小娜 拿走拿走拿走 住手 顺芬啊 怎么回事啊 大姑娘 怎么又招人家二米生气啊 大姐夫 你给我评评礼 你看看 这是前顺芬 邪她女秘书 逛了四个小时的街 给我买的衣服 我能穿吗 没事 大姐夫给你做主 顺芬啊 你看看 你这买这个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挺好看的 什么好看 什么眼神 二米内的体格有多宽 你心里没数吗 那个 你陪小大姑娘接下来 小娜陪着我 逛四个小时街 你是逛街去了吗 妈呀 你可别胡说呀 小娜 刚才大姐夫提醒我了 你是那缺德的小宇宙 又要爆发了吧 二米啊 二米啊 你看大姐妹 你也给我起 看 我的妈呀 二米啊 你跟品牌的大姐夫 可挡不住你 你俩都等着啊 大姐 哎 大姐出来 哎呀 这是干啥呀 超八伙的 气死我了 嗓子不给我气牙了 哎呦你妈 你这又要提谁呀 我提死他俩 哎 怎么还提死我呢 就你最不会说话 就是他 我大姐会说 二米粒胖 你胡说 我什么时候说人家 二米粒胖了 我是说人家 二米粒壮 给我起开 大姐你说 多不会说话呀 还嫌我胖 我能有你胖啊 是 你看 二米也不是大姐夫说 什么眼神 你大姐胖 你大姐可不是 一般的胖 哎呦 但是你大姐肥而不腻 大姐夫啊 你是大熊猫点外卖呀 什么意思 损到鸡鸭了呀 你咋那么损 你说话呀 哎呀 你也别跟我姐姐 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 这不是啥呢 人家正睡美容觉呢 都被你们吵醒了 要不是今天 我去中国移动办理 五级全家想套餐 送了我个大礼包 我心情还不错 我早跟你们急了 哎呀 一人办套餐 五级全家想 你又知道了 啥的 小土豆子 不是我说你 你也太不会说话了 是小姨 她是不会说话 你还不如她呢 我说你们两个大直男呢 我呀 给你们两个人 请了一个高人 专门治你们俩的直男病 是治腰椎吗 什么乱七八糟 哎 时间差不多了 人怎么还没到啊 是不是等我呢 大家好 自我介绍一下 我呢 是最懂女人的男人 女人的好朋友 男人的大救星 开吻 我的出现 就是让大家学会 白头幸福到老 听懂的铺杀 好 大姐哥 这哪是啥高人呢 这不是个病人吗 小米丽 这玩意儿能行吗 这玩意儿 有人质疑我 再见 哎 对对 开吻 下手 小米啊 我的脾气你最了解 对 一般遇到这种情况 我扭头就走 不用说了 我今天我给你面子啊 我就待一会儿 就一会儿 行赶紧坐吧 谁也别动 保护一下案发现场 谁向我叙述一下本案的经过 我 文师傅啊 开吻 开师傅 开吻 开 行了 你随便吧 不好记 师傅 是这样的 这不过年了吗 我给我媳妇 就那个 就就买了个礼物 你这积岩了 打起来了 特案了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 这件衣服不是你选的对不对 你咋知道的呢 就你那眼睛还没有抬头文宽呢 你能有这眼光吗 依我看来 这件衣服应该是一个三十岁以下身高一米六八以上 体重不超过一百斤 既清纯又可爱 眼睛大大的一个妙龄少女替你出的主意对不对 我看哪 说的就是小娜 小娜就这样 而且 在你付钱的时候 他在你旁边还说了一句话 哎呦 我真羡慕嫂子有你这么一个好老公 对不对 一个字都不差 你是算命的吧 我是命中了吧 命中了 我告诉你 这只能算我辨别绿茶的一个小小的能力而已 你是怎么辨别的呢 其实辨别绿茶有一个最简单最粗暴的方法 记住了 你老婆说她是 她就是因为女人最懂女人 而我是更懂女人的男人 听懂的 应该不 你别这么看着我 我不是女的我是个男的 你别忘了咱们两个人是同类 我更懂的是男人 开师傅 开的 男人师傅 开问开 行 你随便吧 是这样的 师傅 他们俩人打架跟我没有关系 我就是个调解人 哎呦 还调解人 你是折磨人吧 是不是因为你的出现 他们两个人吵得更加的激烈 对 我告诉你你的病更重了 因为什么呢 你不会说话 一说话就惹人生气 对 对 那个半天了 来坐会儿坐会儿吧 你早进家让我坐了腿都满了 对对对 吃个苹果啊 学着点 这个苹果有毒吧 这苹果不可能有毒啊 肯定有 因为毒苹果只能出现在白雪公主的手里 这大麻烟 音乐停 停 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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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巫婆也拿过毒苹果 你闭嘴 你说你损不损 这么大的白雪公主都飘起来了 你非得把她拽下来 而且你还是抛的头发 哎呀我的妈呀 我跟你说这真是个高人啊 我说那个什么师傅 我现在太期待你对我的改造了 马上改造 给你们治疗 好 这么的啊 治疗之前家属先回避 对 走走走 回避一会儿 你给我回来 干嘛呀 光家属呢 你是病人 而且你病更重 他是治疗 你得手术 你还跑了 顺发 哎 我期待你再改变了 你放心 老高 我期待变得没有用的快走吧 开始治疗 首先呢 我出几道题 你们来回答 如果答对了 有奖励 答错的话 惩罚你们 请听题 如果亲你的老婆 给你们一百块 亲这个世界上最美 最性感的女人 给你们一千块 请问 你现在手里有多少钱 一百 我不会亲别的女人 错 你签 谁会跟钱过不去 拿这些钱给我媳妇买好吃的好不好 错 正确答案 是一千一 因为你的老婆就是这个世界上最美 最性感的女人 听懂的鼓掌 不懂就别鼓了 别硬抬 不是不是 不是 你就没有这个选项 对呀 我要是有这个选项 你要是答对了 那留我何用啊 那咱是不是得讲理 家是讲理的地方吗 家是讲爱的地方 你得让你的老婆知道 无论外面有多大的诱惑 她才是你唯一的选项 懂吗 懂了 吓我一跳 我懂了我懂了 怪不得每次下班啊 不能跟我媳妇聊女的 哪怕聊个老太太的都跟我积眼 哎呦高人呐 必须的 我跟你说我向你学习 我没说话你 你没有态度 请听下一句 假如 你们的老婆生病了 只有跟你的前女友复合 才能救她 你该怎么办 妈呀 这明显是一道送命的体验 大姐夫 你先打 我来就我来 那我是和哪个前女友复合 才能治了我老婆的病呢 妈呀 你有几个前女友啊 你人命关天 你万一复合错了呢 老师我有个问题啊 我老婆病了 为什么我前女友是要引子呢 你话那么多呢 把我问蒙了你知道不 你话太多嘴这么碎呢 这是一道很常见的提醒 假如 你老婆问你 假如我跟我妈掉河里了 假如我生气了 假如你不爱我了 假如我受伤了 记住了 要否定这个假如 就不能让这个假如出现 所以呢 正确答案是 我就不可能跟你妈同时出现在河边 也不可能不爱你 也不可能让你受伤 更不会跟你分手 否定这个假如才是万能的公式 哎哟 其实这道题最大的雷啊 是这个前女友 我前女友不是要引子吗 怎么又成雷了呢 不是哪个雷把你嘴绷了的 这么衰的 哎哎哎哎哎 还能去嘴 你怎么这么衰的 他不懂 哎呀开门师傅 开门师傅 开门师傅 开门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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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坐下咱坐下是要 行不 咱坐下 咱别着急 别生气 大姐夫来 你也坐 你也坐 哎 你别老问 你听说啊 来来来 我告诉你们 哎 作为一个男人 你要有自我保护的意识 是是 一旦听到前女友这三个字 你要表明你的态度 你就不能有这个前女友 等一等 我还有个问题 我要是没有前女友的话 我老婆的病怎么治 你给我滚 哎哎哎 哎哎 哎哎 怎么还帮人呢 怎么再给我别的 给我别的根搂一下 我好像没过去 怎么 咱 咱 咱等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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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开锁师傅 开门 师傅 太难记了 开门师傅 啊 开门师傅 你坐坐坐坐 都坐都坐都坐 来 哎呀 你起来起来起来 再别站一起 撒 来 咱们聊 来 咱们聊 咱们聊哈 前女友都已经过去了 还提她干啥呢 啥 啊 那是你过去了 你老婆她能过去吗 我告诉你 它过不去的 你那是个例 不能说所有女人都这样 你怎么还在这儿 哎呀哎呀又来 又来又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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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能不能又软点上 行了行了 行 我怎么一举一砍上 当你那他给我否了 对对对对对那个师傅师傅那个老师师傅是这样的 他说的也有点道理那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对不对 好好好小米啊来你出来 来来来来 小米出来一下 改造怎么样了 就算啊不是所有的女人都喜欢这种宿命题 那你们了解女人吗 啊女人的口是心非你们又知道多少呢 假如啊现在我是你们 假如呢小米是你们的老婆 我们在一起 等一下你不是说不要假如吗 我就假如了 哎呀我假如就不行了 怎么了这是 我当老师的碎你觉得那么碎 我跟他说哎呀开水师傅 哎呀这个名字逼不住我 开开什么师傅 笑一变你越傻傻 好好好我就假如了 我就假如了 对对对你假如 你假如你假如你假如 你就让他假如呗你假吧 假如啊 我现在是你们 假如呢小米是你们的老婆 试景应用题 记住了啊 来这个锤子给你 谁错了给我狠狠的给我锤的 好嘞 开始了 老公 你看那个包好看吗 真好看 哎老婆 你要是喜欢咱把它买了吧 太贵了不要了吧 请听题这个不要了吧 是买还是不买 不买 错 啥也不是 我们接着溜达 哎老婆 嗯 我觉得当才那个包不贵 要不咱给它买咯 其实也没那么喜欢 还是不要了吧 请听题还是不要了吧 是买还是不买不买 又错了又错了 我们不理的我们接着溜达走 我们来到了无碍市场 小米 哎我觉得当才那个包挺适合你的 要不咱们回去把它买咯 人家不都说不要了吗 不要了 请抢答 不买了 这都急眼了 不买了 又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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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顺风你也抢答一回 你每次都我挨揍 我抢不过你啊我 你出了抢你什么玩意都不是你 我说吧 哎呀 师傅啊 这个题出的太好了 这个问题就是我生命的真实写照啊 这个问题的答案就是 问啥问呢 管他要和不要买就完了 对 你看看人家 对吧 大姐夫 要我说你是典型的要钱不要命 你说你在那磨磨叽叽的一直问问问 问了你不买 不买你还问 我没问呢 我一句都没问 我一直说不买啊 行了 别说了 哎呀 师傅你别生气啊 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我媳妇吧 她跟别的媳妇不一样 她脾气急 她要是急了眼 买啥都不好使 你说咋整 我懂了 你看是不是这个情况啊 我教你怎么解决 小米 记信 我生气了 你给我站住 小米 你是逃不掉的 不管你跑到哪里 我都会找到你 因为你是我生命中 唯一的那道光 看什么玩儿呢 看什么玩儿 不要把墙上滚了是不是 我要不拦着嘴就上去了 是不是 哎 大姐夫啊 你不懂 就刚才她那招 没几个女人能扛得住 你别说女人啊 男人都扛不住啊 多人扛不住了 你给我撒开 你撒开 撒开 说我猴干嘛 你撒喉 说我猴干嘛 你撒开 啊 你撒不撒 你撒不撒 行了 我后边 我交不了了 我交不了了 就交到这吧 这样啊 哎 我再告诉你们最后一句话 记住了 一定要浪漫 因为啊 浪漫来源于生活 什么牵手啊 对视啊 还有抒情的音乐 这些呢 都会增进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哦 这样吧 哎 我这呢 有一本秘笔 秘笔给我 你用不着 给你的 你拿好 好好看看 我撒我猴 一会我看你表现 差一点 你看我大锤子 我轮一步 我能不能先表现一下子 啊 你来 你来 我没 哎 美丽 哎 美丽你出来 啊 这么快就学会了 这小眼神 亲爱的 啊 打我 打的 这 这要求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要我让你打我 打 你看你哎 啦 我闭着你 我真的喜欢你 这要有点子 那点子 谢谢 你 我 你 有点子 我 你 我 有点子 伤稳 我 你 你拧开 好 特别好 特别有感情 很细腻啊 可以可以可以啊 大米啊 大米 哎 过来 学完了 大米 啊 打我 哎呀 老公来来来 怎么啦 哎呀大米啊 啊 大米你别从底下打 从上面来 从上面 上面来 哎 大米 你的眼睛真好看 里边有河流 有山川 有花鸟 但是 我的眼睛更好看 因为我的眼睛里边 有你 你 哎呀 买的给我整不灰了你 保持住 继续继续 大米 啊 你跑 啊 站住 啊 哎 你是跑不掉的 大米 你一秒钟也离不开我 我要做你的眼珠子 你喜欢吗 喜欢 但你给我撒开 哎呦 好啊 完美 可以可以 很好很好啊 我原谅你了 你锁我猴不是针对我呀 你连你媳妇都锁呀 你不光嘴碎 你手还欠呢 不 开文师傅 我觉得你 你教的真不错 真不错 那今天晚上就留下吃饭吧 好不好 大姐 啊 那个我前两天听前任分说 你煲那个酸菜馅饺子特好吃 今晚上整点呗 我能不能 等会儿 刚才这些话是我说的吗 你前两天说的吗 哎呀 我怎么能当着你的面 夸别的女人呢 哎呀 我还吃这个女人做的饭 哎呀 不至于还 我说错了 行了行了 我对不起 那我原谅你 大米 今朝若是同女婿 此生也算共白同 我爱你 我爱你 不打开 哎呀 太好了 这就是我想要的 甜言蜜语 眼中只有你呀 哎呀妈 日子不过了 这脑袋不要了 不是 打开 这膀子差点没给我拽掉了 你们到底要什么样的老公啊 我还是喜欢以前老公 他最起码他不祸祸祸人呢 对 我也喜欢之前的 我最起码他不这么祸祸 你瞅着这手给我钻子都摸血了 不是啊 你是谁 就以前那个老公连话都不会说 也不懂你们女人的心思 你们也能介绍啊 他最起码说的是实话呀 对呀 老公 你说实话 你嫌我胖吗 嫌我能吃吗 大米 我觉得你在我心中 永远是那个最美的女人 能吃多好 能吃说明他健康 健康是福 老公 老公 师傅 那你有没有觉得我之前总是跟你无理取闹 然后不管什么日子都想要纪念呢 可想要口 Emil 就选你 muy 宜夫 恰 不是互相使什么招 是信任 是理解 是包容 你说对不 哎 你看看 我让碎嘴子给我上一课 你这不啥都懂吗 看来呀 这老范家能够幸福 他也是有原因的 我就当学习来了 我下次我还来 我跟你们切除 那太好了 欢迎你来 行了 时间也不早了 我也该回去了 我呀 就是因为忙活你家的事 我妈呀 想安宽带 我都给忘了 哎 你要忘了宽带啊 那你去办中国移动5G 全家想套餐就送宽带 还送三张5G卡 外加一个大礼包 还有这好事呢 哎呀 那我可去了啊 等会儿啊 咱先给街坊邻居们 拜个年呗 对 快乐发明 给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拜年啦 我会坐下 对 庶人 找不到 自己的爱 所以正南국 我刚才看了你们这个小品啊 我觉得是呼唤夫妻之间的一个相互理解 那在现实生活当中 文松你是不是懂得很多